我始終覺得在很沒希望的環境下 你都不能丟下希望 2019年 香港人經歷的是抗爭 2020年 香港人面對疫情 國安法 之後很多香港人開始移民 流散各地 搬屋 搬錢 搬人 香港人開始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而香港都可能再不是我們以前的香港 不過香港人從來都是生存遊戲的專家 看看最後是誰想 媽媽說 家人在哪裡 哪裡就是家 那我會想說 不用分什麼海外和在地 只要是說香港人的聲音 那個就是香港人的網台 我是Kelvin 你收看的是CC新聞 我們兩個每一次見面 兩個星期曾經 真的很多話說 那不如先說說美聯儲 江式 我收到一些圖片 美聯儲 美聯和香港節約 他們已經寫了一些照片 預計大家快點去買樓 買股票 真的很漂亮 這一次就發達了 OK 就叫千伏萬活 減半厘 這個也挺有趣的 因為之前香港這邊很差 就賴美國 賴美國說 因為掛了聯繫匯率 但两边经济又不同步 美国的息口这么高 搞到我们香港利息成本都这么高 搞到我们楼市有差,股市有差 好了,现在人家开始减息了 就看看你能不能反弹 这个玩法呢,其实上年年头不是玩过一次的 就是因为疫情嘛,终于到你开放了 之前这么差,是因为封城 封城是因为我们重视人命 OK,香港就要跟中国的清零政策 好了,现在终于开放了 重点,全部的Ibank也说行 华尔街也说行 结果2023年,去年又有版本来看 这次又来了 喂,美国减息了 这次香港还不怎样,楼市还不升 你看看这次究竟会不会怎样 是的,这个真的有版本来看的 所以每次都是授权障碍 以前就背一波给美国 又是《国安法》23条之后 全部都是偏经济嘛 现在全部所有的障碍都没有 连美国都减息 人家美国减息了 立即有效果,美股就升的 这个呢,美国地产呢 因为我身在美国嘛 那朋友昨天都已经 比我身在我们小区的一套房呢 哇,身在了,真是 没有反应的 我相信,因为在授权之后 他们的贷款的成本低了 还有这次授权的幅度 都算是不错的 就是明天不来 那即刻就可以,楼市那里有反弹 但是香港楼市真的是不是可以反弹 有小洋春呢?你怎么看? 哇,我想这个小洋春都会非常少 OK 那汇丰立即冲出来减息 那我想都是国家及任务 我们分开两边说 刚才珍姐说过股市 因为美股升了 港股也升了 不过不要以为自己很糟糕 因为日股又升 台股又升 人家升的时候呢 你一直叫做升 但是人家没有你跌得这么厉害 不过我先说一下楼市 就是,曾几何时 我想珍姐也有印象 我们曾经经历过 就是香港是十厘八厘息的嘛 就是我们都比很久之前 但是我们也有些记忆了 那时候楼市也炒得很厉害 就是香港人买楼 不是因为息口低而买楼 是因为看好你楼价升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楼价不停跌 会不会因为减了息 之后而去买你的楼呢? 我们又用上一次减辣 减辣之后有没有小羊春呢? 有啊 那之后呢 就跌回头了 所以 所以我就觉得楼价那一批呢 都是那些叫做不飘的人呢 就中了招的 就是我那时候真的很认真的研究 是有批人买楼 不过全部都是大妈团来的 那他觉得就是中国经济差 香港减辣 哇 辣椒15%的税 怎麽都来香港要炒下楼 接着还怕自己买得不够快 所以那里真的有个炒风 是大陆大发挨的 但那时候呢 就发现出了问题之后 还没去中原地产啊 那他拿着个还幅 要他还一些钱啊 接着又是很多爆煲 接着还说你看到 他们现在大陆那批爆煲都很麻烦 汇丰那里不是停了个信用卡的 就说那些人走路 就是要收不到钱的 所以呢 其实两边都损失 损失 是吗 就是香港那里 我不知道他们怎麽追回收 那些人给钱的话买楼 那你见到已经开始地产商 要追回差价的 就是看到这个资本主义 多敢说我 是吗 是啊 是啊 就是我们假设个小阳春 但是维持多久呢 好成疑问 就是你看到现在的购买力 一定是越来越低的了 是不是 因为大家看不到前景 接着 除非你说你这个时候很有信心 看好香港的前景 那我真的佩服你了 哎呀 那真的十分之厉害 那很明显不是啦 然后意欲又低了 能力又低了 经济又越来越差 是不是 接着还有就是供应越来越多 你看到发展商不断扔出来 接着详实又来了 这次他说大家不用害怕 OK 我们详实一出手 包大家一定会吓一跳 不知道他又丢过了 还有就是珍姐所说的 对了就是 就是那些中国投资者 就是他们还有没有这么多钱下来呢 下来的那些要斩仓保抹转呢 这样的A股跌到这样的 这些也不知道 所以就是 如果这次有个小阳春呢 我都很好奇 究竟可以升多久 我就 也不是说诅咒他的 不过 不敢 不敢乐观 是 不敢乐观 就是 没理由说他一定死的 是不敢乐观的 你买港股还可以炒作 是吗 就是叫做 等下快钱 一天就走的 你买楼 买楼成交得来 都不知道什么世界了 肯定 就是和那些大额的数呢 其实有哪些人去博去买楼呢 是啊 因为香港实在太过 習慣了 对上的十几十年 其实好像没有跌过 你COVID很快而已 上回来 接着然后你 SARS是很恐怖的 不过也是很快的 真真正正是一个楼市 我们还有记忆的就是 就是SARS 这个 连接亚洲金融风暴那几年 那几年负资产真的很厉害 但是二十年前 是不是 很多现在 就是刚刚 就是譬如你三十岁 OK 还有份工 不错一些 他都没有记忆 他都没有 他都不知道楼价可以跌到这样 说真的 如果现在买的就 现在买的就不敢说 譬如几年前 有些楼价还可以 一千万八百万 你跌一成 现在跌离最高峰 跌了两成 你跌一成 已经是 接近一百万了 那你没有了首期了 其实是很恐怖的 所以 然后 还有就是 我们看到 现在才杀到埋伤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 那些大地产商 有些是要砍价 你看到破王继续砍 你看到新嘟嘟继续砍 然后你见到高盛是下调了恒生的那些商业 那些商业 地产又继续去下调了 现在是正式开始要做 就是我觉得 是吧 所以我觉得 减息呢 可能会舒缓一点点的 但是 帮补不大了 就是我觉得 是啊 还有就是大家 现在炒作着美国的减息 香港经济有利 但是你发觉中共那里的态度 真的都很难採摩的 它就是央视那些什么 所谓的自媒体 就是那些频道 当然都是代表中共大卫宣的说法 就说这个美国减息 就是意味着美国经济衰退的开始 那你到底是强好美国经济 还是强坏呢 很矛盾很矛盾 如果美国减息是美国衰退开始 中国你减了很多息 中国你只剩下两年多 那中国是不是衰退很久呢 那这是第一 第二 我经常都说你中国很矛盾 你把口不断想诅咒美国死 因为它希望东升西降 美国如果真的衰退 最大事的是你中国 因为它是你最大买家 它没有钱 它衰退 它买少你的东西 是谁更大事呢 对不对 所以 你这么 不过没办法明白的 就是你大外宣 唯有就是要 一只 四只手指指着别人 是不是 就是它掩盖自己经济很差的情况 就是这样 刚才我想补充多一点 真正不是说股市 就是说股市可以翻转 美股又升了 港股今天升到18,000 是唯独一个市 哇 真是独立特行 就是这个上证指数 哇 就是终于今天才升到2700 3000保卫战 2900保卫战 2800保卫战 2700保卫战 就是终于国家队又要再进场 就是就是 就是 你和你说经济好 你支持得住股市才再说 是的 所以A股大跌呢 真是这个是一个 就是今年的一个 经常都看到的现象 就是不知道看到多少 但是就是现在A股大跌 你看到就是这过去一个月呢 我们不如说一下吧 中国的情况出现了什么情况 哇 就是一个月之内 一千多间上市公司高管辞职 是吧 那接着呢 就是彭博都报道 很多银行家 现在8700个 就是投资银行家 被中共呢 就是盯着的了 就是短日的反复道争 有三个以上呢 至少 那就是被扣落 又还有大批人呢 可能就已经要加护照啊 就是限制出境啊 那还有呢 我查到一个 好像野充国债的一个投资银行家 他回到香港哦 都是限制出境的哦 还是香港都要盯着他哦 那就是这个网而打 而散而开的 所以我们之前说 范冰冰走得出来 未必走 是啊 是吧 就是投资银行家 都有很久看的哦 你就算来到香港 一样被人困住了 那我就说一下了 就是现在最新的一个呢 叫做海通国债 叫江神冠 大家一定知道 那都是不懂的 但是呢 我们为什么会留意他呢 因为他呢 是被中纪委说 就是高调说他是被遣返回国家的 然后呢 就说他演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很有电影剧情的 哈哈哈哈 一定要看到这张 其实我之前跟权德讲过一次 不过我觉得要跟你详细讲一下 这个整个故事才行 因为这张照片呢 你看到没有?就是两个警察 押着他 戴着手铐回来是吧 是的 这个人肯定有人在那里摆拍 要演到一张 那样很有剧 就是拍剧 是的 那张照片 就是那些廉政风暴的那样的剧照 是啊 就是你看到想像的啦 或者是那些什么 黑社会啊 就是本人要摆拍的 就不是正常一张照片 是 那他在中纪委那里 就是抓了一个海通国际的一个券商 那是什么信号呢? 以前抓人呢 你抓了嘛 你都不会这样被人家抓住下来的 但是我发觉现在中共呢 就是他们抓人的方法呢 越来越高级 很有电影感 就是你看徐才好被抓 是啊 这样就说要车他 车车车车一个星期啊 车很多些钱出来嘛 就是黄金 但是看不到照片的哦 那现在呢 中人就要这样的照片 接着呢 中石油 有9000亿啊 我们上次说 还有这么多钱给你看到 整个好像那些专长那样哦 是 怎样解释啊 这个就是认真制作 哈哈哈哈 还有那张照片的突然呢 就是他想说国产的飞机就很阔落 是不是 那条通道可以够三个人期的 哈哈哈哈 就不止美国那些 那些那么寒酸 只有一两个位而已 就是这样的 那我觉得 这个这个我其实说真的 可能是专机来的 可能是专机来的 你有没有可能看到 我们大家一起 那些全部人都走了 被你两个在拍电影 如果不是专机 你怎么会没有用飞机 还有些层下 还有检察抓住那些人呢 哇 成本很高哦 就是一定要 哇 这个成本太高是吗 是不是C99来的 哈哈哈哈 可能你有空军1号 我有这个反贪1号 其实也是的 珍姐给这些新闻呢 就是我才会留意到 不过就是 其实香港就真的没什么 真是很少的报道 但是呢 其实如果香港网友 就是如果是 就是有 有紧贴一下A股新闻 其实之前有一宗新闻挺有趣的 就是海通和国泰军安合平 嗯 就是那件事情我就不是说很跟进 因为其实香港 香港其实没有炒这些叫做 中资证券 那些叫做捐商股 香港没有炒很久了 没有炒很久了 死了很久了 所以我们就现在不是很有留意的 但是就是 我有立个单身问 咦 为什么要合拼呢 还有近期呢 都很多这些大型中国龙头合拼 是挺有趣的 譬如今天不会说了 就是中国船坡和中国重工合拼 又是两大合拼 那如果海通和国泰军安合拼完之后呢 就会变成全中国最大的一间政权 其实好地地 你除非 你很少会合拼 就是你突然说 这个大摩和小摩合拼 是不是 美银和施铁合拼 其实很少 除非乱赢 那我看了珍姐给的一宗新闻 我真是仿然大悟 我这样就明白了 哇 你今天真是大切大悟了 是吗 大切大悟 是的 乃得好金 乃得好金 是的 那我看看珍姐给的资料 就是原来这个海通 又很容易一讲大家就明白了 原来承销了很多内房债 很多美债 还是美元地产债 输得好金 是 算了 很金 那他就做很多 他承销 如果承销呢 理论上就应该不上身的 为什么承销就是说 我帮他出 譬如我帮恒大出 我帮碧桂园出 OK 那为什么他会这么 乃得这么金呢 我估计有两个原因 有一个就是 都是在珍姐给的资料 就是说 原来国泰军安 他有一个 他自己有一个基金的类似 那么他将这些内房债 分为两个级别 第一个级别 就会拿正常的回报 譬如说八厘息 九厘息 但是他有些产品 可能 是会给 你突然间 哇 市场很好 突然间赚很多 我再分更多 那么 那些剩下来 譬如说他告诉你 会收出来的 那么以上那些 可能他自己放在袋 就是说他自己有吃很多的债 又可能就是 因为他们竞争很激烈 他们为了 要帮他做到这件生意 因为承销会给 有个费用 赚很多的 譬如说 我当你发债100亿 那我吃3% 那就3亿了 是不是 那么他为了要欠这个位置的话 他自己吃一大豆 就是好 吃一大批 就是好像美国国债也有点迟 比如说 那些级别人 如果我帮你 就是那些债购不出的话 我自己要吃些 但是国债就容易走 这些内房债 你自己揽上身 现在就是蝕到焦了 是啊 那么蝕到几焦呢 他就蝕了130亿的 所以你看到呢 其实过去他两年呢 他们的议职会 都被人追问的 股东会啊 就是要问他 为什么你会蝕得这么厉害 吞吞吐吐之下 就说这个 国际政治 经济減势不行啊 怎样怎样都推到美国那里 然后呢 其实就是归于美元地产债 其实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就可以画一条图出来 原来呢 就是放地产爆离 我们经常就以为是银行 一定是虧的 因为银行和它 担服啊 原来那些券商都是出事的 这个才是 哇 又是跟你这样 就是仿然介入 那这些券商呢 原来都是成买一份 炒了一些 耗到一些地产 就是那些美元地产债啊 所以这个呢 我估计他们是 和他们之间都是有一些 辣辣 因为他帮他们上市 可能就是要 大家有些好处啊 怎样怎样 是吧 是啊 所以 嗯 所以现在就虧了 虧了之后呢 一群那些人呢 就开始金钱出途了 就是这个所谓的高官邻职潮 那这个海通国际呢 逐一逐一逐走 那这个呢 7月31日 这个江城官呢 就说自己递了个理质书 那过了一个月之后呢 就被中纪委 那高调抓了去 现在呢 就说A股上市 是你们搞的哦 哇 这些都搞的哦 是不是要水过 现在中国经济出问题 全部是这一班人 是 那才很有效率先 都走了 又可以捉回来的 是不是 就是这个很厉害 但是你看到 就是由恒大 这个普华永度 就是Price Waterhouse 罚钱开始 是不是 现在就看到 不停做这件事而已 就是 将所有责任 就去赖上相关人等 就是A股 有大跌的 哦 这些券商就拘捕了 那些内房大坏的 违约的 内房许家印又拘捕了 这个会计师又拘捕了 总之呢 就不断用司法行政 就是这个也不知道叫做司法 就是司刑了 OK 就是用这种刑法 用刑法去解决金融问题 这个真的很厉害 这个其实是不出奇的 你还记得2015年那次股灾的 股灾之后呢 就是被形成为是经济政变 嗯 什么叫做经济政变呢 整班 就是习近平的对手呢 搞一个股灾出来 接着呢 就要将中国经济涛空 要逼习近平下台了 那习近平呢 就是捉了整班刑商 我记得那时候几十家刑商 逐个逐个逐个都被整顿 要逐个逐个都被整顿 要逐个逐个都是半年以上的 那时候呢 因为我做财经记者 我们7月份爆股灾 我记得7月21日 我做那个头版呢 就是说这个A股 就是一个经济政变的 是截止的 因为为什么呢 里面有东西看到的 因为那时候呢 就是劉温生的儿子 他那时候就应该是 中信那边的平安保险 和他们有关系的 那时候大家就不准放的嘛 个个都要 你记得那时候是很紧张的嘛 全部要把这些钱抖下去 但劉温生的儿子呢 劉温生在控制中 就是宋华社啊 那些中共的舆论嘛 那时候他们居然第二天都没有出什么状况 那时候他们已经说 究竟是失败的 哦 我也想请问多一点点 因为呢 就是各位梦友 因为2015年那时候 就是我比较专注 港股或者微股多一点 就是A股那时候 我们都会看电影的 就是我们都不知道什么 哇 因为是六千多点跌到三四千点 是熔断熔断 但是呢 之后看回一些 就是看回一些新闻和后续发展 才发觉 一四一五年这个真的不简单 就是简单说 比如说 跟着好像珍姐所说 被誉为一个经济政变 是不是 有个说法 我真的要看一下珍姐的分析 就是有个说法 就是上海帮最后的反驳 这个 这个 肖建华 是不是肖建华还是肖建华 就是记错 就是当这个肖建华 就是幕后的其中一个幕后主佬 所以最后要抓了他 接着就引起这个反送中 就是一连串的连锁效应 所以都想问一下珍姐 其实那是1415年 就是是不是整个上海 或者整个中国金融圈 就是大地震 就是最后是 是啊 那次逐个逐个说 因为我们以前做财经 就被人罵 哇大基研基研有财经的 所以 那时候我真的伸根下去的财经 就是 就是叫做 跑了一些上市公司 每天的倒点都在那里敲打 我就在那里了 所以呢 真是几千家上市公司 就是尽量跑了 所以很多时候呢 就是找到一些东西的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其实是要讲这个故事就很长的了 不过简单地说 其实不是我 都是有些人很长的 我记得那时候有个A股最准的预测分析师 叫做洪浩 现在就是 噢 现在都有 现在都在香港 现在都在香港 但是那时候 他就是 交银过 就是罗家聪的公司 是 是的 是的 那时候我打了给他 罗家聪的公司 我打了给他 找洪浩的电话 我没有给他采访 那他说 他那时候多冷酷 这个不关我的事 他只是负责香港问题 A股呢 他叫我找洪浩的 那我採访 採访之后 他那时候呢 就是说这个A股呢 其实他看到很大的问题 那时候人人买股嘛 那他纯粹就是从这个财经的指数那里 就觉得要爆了 所以那时候 沒有人敢说他要爆 因为每个都唱好的嘛 你说他要爆 都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但我就很老实实地写下 他说要爆的 那他就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不是很重视 但我们大紀元报了出来 都挺有份量的 但是法国后面呢 你再查原来政治那里还有的 因为他那时候开始救市 一旦大爆的时候 救市呢 就有很多 只可以 不准减持超过5%的 你个人都要 把那些券商全部 都交集到北京那里 不准出来 要他们加钱 就要一起救市嘛 你记得 是吗 我记得是死去那个 我们的李总 是吧 李克强 是啊 要带队 是啊 要带队 就是要救市嘛 哪知道第二天 新华社就说救市失败 接着第三天 兩三天呢 那时候是不准套现的 是什么套现呢 就是平安保险 一大堆 他们明摆着救市 哇 是打着救市的名字 但是他只有自己的 做多大事 那些人呢 就是已经解脱了 还是赚了一大堆钱 所以每一次救市呢 都有人赚钱的 我那时候写了很多什么 中信国际那些都是赚钱的 他们这一班全部都是纲牌 都挺有中国特色的 好像救灾 永远都是地方官会发达的 是啊 没错 所以这一次都是的 其实海通国际啊 或者 现在签出来的那些呢 可能都是一些 习近平的对家来的 其实因为他们可以这么多年呢 帮一些 就是他们的对手 把那些钱运了出去 那你想想 他们发行美元地产债 上市那些都是走资 走资最方便的一个途径 而且那些钱是非常之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呢 现在看回伟大的习主席呢 其实都很难搞的 我觉得上次1415年的经验呢 令到他这次呢 他不是很想救市 但是你不救呢 就不断直插下去了 就是因为A股 2009又穿 2008又穿 2008又穿 中间是经历过三中全会的 啊 就是你当习主席没有到 出了这么多招 然后连个副主席都 不是 副总理 都换了人 对不对 少了个黑字 应该没那么黑 2007又穿了 我觉得其中一件事就是 就是因为15年他救完之后 哇 那些钱全部都益了 对加 这次不够了 更大 各位网友 会员 Club友 11月开始 新的Apple iOS App Store 30%附加费将会生效 通过iPhone 或者iPad 购买新的Patreon会籍 可能会给多额外新的费用 现有的Patreon会员 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但是如果你想更改 upgrade 或者加入新的Patreon计划 经Apple iOS 就可能有新的费用 这个只是Apple App Store的收费 Android和网站版就应该不会受到影响 大家记得留意 各位网友 如果想获取更多关于财富增值 理财投资的资讯 欢迎加入财富BB班 购买方法有三种 第一 成为财富BB ClubPatreon的会员 方法二 在现有CC工作室的Patreon里面 有一个新的财富BB班的Tier 连大火85折一维 方法三 在Patreon里面的Shop商店 单购2024二月版 今天开始理财投资 我们在班上见 再见 再见 中正监人换了人 不知道是不通过 不通过 以往逢是中正监一换人 起码先升一年半 是不是 这一次又不通过 再碰过三千 真是 bubblegum 三千又穿 二千九又穿 二千八又穿 中间是经历过三中全会 你当习主席没到吗? 出了这么多招 然后连个副总理都换了人 是不是?少了一個黑字 應該沒那麼黑 2700又穿上了 我覺得其中一件事就是 因為2015年救完之後 錢全部都抑掉了對家 這次不夠了更糟糕 就好像內房債一樣 內房很多就是它不想救 恆大它之前拖了很久也不夠 但是越拖就越糟糕 現在變成救又死不救又死 是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 其實它經濟真的出了大問題 但是它們充建它救時它就不夠 因為它是趁這個 它可以打它的對家 那一救了 那些人就吃了它 就好像你說一帶一路 習近平說一帶一路 接著江派的那些人 梁振英都說一帶一路 什麼公司啊 台灣區公司 就是拿著這個旗號做為總經理 個個都是一帶一路 你看看那時候全部都是一帶一路 現在又好像新質生產力 香港有多少新質生產力的交流團 另外那些千年何止又是新質生產力的交流團 就是那個大陸的企業來香港 又是新質生產力的那些企業的團 所以你看到他們一群人就很懂得 揚奉英爲的 你說這件事我就拿著這個旗子彈 我就私下就把錢都走 就是把國家的錢都走 是啊 你想要搞什麼 我就搞什麼 譬如之前搞晶片的 就是樂此不疲的 是不是大基金第一期我都貪了 我又搞第二期又都貪了 但是這個最慘是他不搞也不行的 就是你的新質生產力 真是很怪這個字 總之你要搞新科技 就是你要增值 現在全世界講科技都是講AI 講晶片 但是你又沒有 就是你又高階的晶片別人又不給你 做的事情都不給你 技術又不給你 所以有件事今天我們未必講 但是我說了兩句很好笑 就是我珍姐也有看新聞 就是當荷蘭ASML就說 連DUV不給你 維修都不幫你 突然間中國傳出說自己做到白藍米光刻機 真的笑到爆炸 但是珍姐所說就是 你要立些這樣的政策 我們下面就貪了 所以你拿多少錢出來都沒用的 都是大件事的 但是我覺得今年其實是一個叫做 如果相信要抱怨 就是叫做好人 就是叫做抱怨 我仁衆抱怨 你看到現在每個人都聽到警察聲 是那幫人很害怕的 因為每個人都想走的 哇 可以想像的 遲職之後會怎樣 是不是跑路 是不是遲職之後還會再做另一家公司 或者再去另外一處上輪呢 你覺得會不會呢 現在的情況 現在就好像一個叫做拖自決 首先你那些 就是我們之前都預示了就是你內房爆炸 你又不夠 資本市場爆炸又不夠 就拖著拖著由內房就拖到內銀 就拖到金融機構 就好了 你看到慢慢發展 好了 你要沒有錢 那怎麼辦呢 就追回一些糧 逆向土生 cut bonus 是不是 然後就減 好了 都不行的 你要找人拖了 就拘捕人了 是不是 這個又拘捕那個又拘捕 好了 再下一步 拘捕所有的人就怎麼辦呢 你都是沒有錢的 沒有錢的 那到那時候就真的糟糕了 那時候就 不知道拘捕什麼 拘捕地方官的了 不是 拘捕人是有錢的 為什麼呢 拘捕人去家裡查 就被你拘捕什麼貪官 還有效果 哇 九千億的 我查到這一半 已經填了很多數了 如果是公正的話 當然不知道 這個資產可能會充公了 沒有貪官手上有另外的人貪 這個又要問回珍姐了 這些官呢 究竟有多少香港 扭香港的物業在這裡呢 哇 這個真是 你太看小他們了 香港真是少數來的 是不是 你看看加拿大 溫哥華 哇 是的 就是三藩市 那些各個 什麼紐約那些最有錢的 我前天才聽到朋友說 他們有個紅二大的圈 那個圈子呢 就是紐約裡面 你想想 個個都是 很多都買一些高卡豪宅 他們又怎麼花錢飯 我真的有段時間講的了 那有些 溫哥華那些就是有一些 留學生一次過買最貴的樓 醫醫生的 是 你說這個 啊 這樣就怪不得了 有一件事我覺得挺好笑的 之前美國的國會是中國州的 立了很多法案的 其中一個條例很好笑的 就是說這個台灣威脅犯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去搞台灣的話呢 我揭露你美國的資產 如果聽完真正這樣講 其實原來這件事是害怕的 這個其實是不能查的 為什麼他們說有這些資產可以揭露 香港呢 就聰明了 現在香港呢 就不可以查賊的嘛 你現在去查人家的公司背景啊 查什麼 分分鐘你被抓的 你看蔡耀寧就是這樣的 我們以前的記者怎麼要做財經記者 這麼把揭露 因為財經記者真的可以畫很多資料出來 因為你去查 你去查那間公司他的董事住在哪裡 他們的身份 再查查查查查查查了一堆東西 那整班人就拿了出來 所以我們全部都是有證可查的 所以那些香港的雜誌 周刊那些這麼好看就是這樣 不過大陸也是的 其實大陸都查到的 大陸都不是秘密的 所以什麼天眼查 一查一查一查一大堆 所以大陸那些什麼財經雜誌很多 他們的資料很多 就是這樣查出來的嘛 但現在香港可以不給這些查的 還是要查那些什麼車牌那些都要限制住的了 香港簡直是滅了 香港簡直是滅了聲 你看之前說了幾十個記者 不是說系統性干擾 其實這件事是很大的事 這個肯定是官方才有資料的 嗯 是的 是啊 是的 真正的說 怎麼會有記者 比如說回來香港 然後就馬上兩頁被海關搜尋 接著就收到一些威脅的WhatsApp 我也有想過 突然間這樣做呢 會不會就是要盡量滅聲 就是讓大家說都不可以說 你覺得真姐這個有沒有可能呢? 是啊 香港肯定是他們怎麼說呢? 香港是藏貪官藏錢最好的地方 現在全世界最髒骯的東西都是藏在香港 你看看 現在美國抓了俄羅斯的 利用香港轉換俄羅斯富豪 香港政府不說話的 揚威國際 是啊 一句話都不聲出 但是如果美國說債財 它就已經出來反駁到 現在抓了俄羅斯富豪 利用香港三間公司走錢走人 運了毛利 這些不說 證明香港這裡 它就知道很多事情發生 最怕什麼?記者 因為記者會發表的嘛 記者是有些 它要查這些的本事來的了 所以它最怕給人知道的 但是美國就不是的 美國的記者真的 你任何人查 你住在哪裡? 你全部查到的 賣秘密或者付少許錢你就查到的了 因為它全部都是公開的 公司也是的 它全部都是公開透明的 就是任何人 你住在哪裡? 你除非 反正你沒辦法用好一些 很複雜的方式來隱藏你自己的住宅 住址的 所以你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好萊塢明星住在哪裡?大家都知道的 然後整個富豪區啊 大家知道哪些人住在哪裡? 但是香港人也不知道的 是啊 美國不要說明星啊 總統都照跟蹤你啦 照追查你啦 是不是? 總統的家人那些 拜登啊 特朗普的子女 全部都有狗仔隊啦 香港真的完全是另一個故事的 你這樣連在一起呢 其實因為我們都要想的嘛 為什麼突然之間幾十個記者系統性地被威脅 當然有原因的嘛 除非你跟我說不是 收好錢要做事 給錢的也有原因的 那聽起來要不就有些經濟很大的問題 不能說的 要不就像剛才說的 俄羅斯轉運站 伊朗 中國這些東西 就不讓你查 可能是這樣啦 因為想想也合理 因為如果正常記者 這些東西當然會馬上查啦 是啊 其實記者如我以前呢 現在香港新聞 以前呢 很多香港記者在這裡 很勤力去做的 所以香港呢 我就覺得自己很幸運 起碼在香港20年呢 見證了香港的這個歷史 也都是記者最恢防的時候 因為大新聞都是在這裡 除了大家看到大的抗爭新聞之外 其實財經界呢 都有很多新聞 所以你看到某個媒體組織 它是查了一些關於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名單出來 都是找香港記者來幫忙查的 所以香港其實有些功利 還有很多駐港的外媒記者 是很有好資深的 他們真的很厲害的 一個人在這裡就可以寫了一些好份量的新聞出來 所以每個記者呢 是一些很癡心的人 先前來香港 派著香港這裡做新聞 所以它是很害怕這件事 你看到就算現在事不時嚇唤啊 都會有了爆的嘛 根本事不就有了爆 那它當然是威嚇你了 所以現在這次說記協公佈那些呢 不單止是本地的那些 就是獨立民地的記者 如果看它對日本呢 很多外媒記者 不說得性別的那些呢 都是被威脅的 是啊 譬如我剛剛看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 就寫得挺壞的 就是說香港現在的問題就是 香港以往的優勢就是它很接近中國 但是又不是中國 其實背後的潛桌子 就是說你中國那一套是這樣的 香港就有三權分立 有言論自由 有公民團體 有這個法治 所以它又接近中國又不是中國 那大家就相信你香港了 而一個問題就是國際觀感很差 除了你什麼中美啊 中國經濟差之外 是覺得你香港變成了中國一部分 那所以外資就走了 就是直接是越來越走了 那你香港政府這樣做法 其實就導致別人覺得 更像中國了 就是你完全是在言論自由 在媒體那裡 在資訊自由方面完全是跟中國看齊的 那其實是不理中國的 有這麼說的 就是如果你要幫中國繼續想集資 想融資 你應該是反過來的 你應該是假扮你不是中國 我們跟中國不同的 我們有記者採訪自由的 我們記者在這裡自由出入的 結果又做不到 是的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矛盾 所以你看到李家超現在上去北京那裡 說要幫助大陸企業 剪判或者說 我真的覺得它很本事 香港都沒有剪判到 怎麼可以幫到別人呢 所以香港這個品牌也很懶 但是珍姐又說 可能有興趣講第二件新聞 估不到香港品牌還值錢 這個是好笑的 哇 這個香港美食月餅 真是 哇 這個高端月餅 還有曾志偉明星背書 賣得挺好的 但是現在就出事了 中秋節剛剛結束了 大家講一下這件事 你有沒有吃過美食月餅呢? 你有沒有吃過啊 珍姐 你見多會講一點 我沒聽過 雖然美國這邊 很坦白 我中秋都去買了月餅 但是還跪過這些什麼美食月餅的 在這裡買了一下融華 你知道多少錢啊? 多少錢啊? 四十多元美金啊 四十多元美金啊 四十二元美金啊 一下什麼 桑王八戀龍啊 四十 四十二元美金還沒加稅 你想想 就是三百多元港幣 一塊這樣的高熱量的肥 我用花八十多元港幣去吃的 這個刺激消費了是不是? 所以證明通証也挺厲害的 這件事就 這個是香港的月餅值錢 都有一段時間去買的 我在九根山 探青 我就買了一些 但是我還說 你看這個高端月餅 一百六十九元三下 中國大陸就搶到飛機 喂 什麼叫高端啊? 是的 這件事我想很多香港朋友都有看過新聞 但是真的很好笑的 值得說的 簡單來說就是說 在中國現在其實沒什麼行業剩的 剩下直播大貨 TikTok有 然後美團也有 然後渡渡也有 快手也有 其中這個直播大貨 就突然之間 一個叫 什麼羊 我忘記了 總之就很紅了 三次羊 小羊 小羊 有其中一個所謂的直播巨星 無緣無故賣賣賣賣一個叫香港的美成月餅 還有曾志偉就在這裡 連曾志偉也呆了 他也沒聽過 好了 說到這個 這個在香港很好賣的 這個美成月餅 就說得很搶手 結果聲稱賣了幾千萬盒 有些網友就發覺 不是啊 好像是不是真的還是假的 然後就發覺 這個月餅原來就是在香港註冊 但是其實全部都是中國做的 香港人看都沒看過 現在就好像說會揍他 就說他類似誤導消費者 這件事真是很好笑 這件事真是很好笑的 香港在香港剩下賣差百元一下 真是沒有說不定的 差百元一下 雖然說那個四十多元的都是美國 都是三十多元而已 三十多元而已 差百元一下 或者真是 即是吹得又吹啦 原來要這樣才可以吃這些月餅 那我們就是低端人口了 我們是成美這個高端月餅 我覺得這個其實很體現到中國特色的 第一件事 我從來都不明白為什麼這些直播會這麼紅 其實你買東西為什麼要聽一個人這樣說 他如果是專家 他只是買那幾樣東西 都明白的 或者他是代言人都明白的 全部都懂的 全部都要聽他說 不是吧 很明顯這種是 很洗腦很沒有自我思想的一種消費特質 才會這麼跟風 好像覺得我跟了他買 我就好像地位提升了 我也跟了小楊去買 就是這樣 第一 第二 香港還有品牌價值 這件事我也覺得很… 不知道開心還是不開心 但是有這麼說 很多人在批評 搞錯啊 他也不是香港生產的 我有一個挺獨特的角度 有什麼問題 香港是這樣的 香港很多東西 都是掛過 就是叫一個品牌 說就說香港註冊 全部都是中國做 不用說什麼 我們又回到我們金融的話題 那你不要叫港股 香港的股票全部都是中國公司 全部都是內地公司 你不要叫香港恆生指數 你改名叫做中國恆生指數 是不是 或者叫做中… 你直接不要叫港股 就叫中國C股 或者中國D股 是不是 全部成份股都是 騰訊、阿里巴巴 全部跟香港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 其實越講越離譜 你看到一些公司說香港資產 原來在中國廣州的花刀區 其實我都要你信一下 我就是花園的 就是花刀區就是以前的花園 我就是那裡的 就是我主席就是那裡 喂 花刀區生產的那些很低級的 是啊 是啊 那麼是疲借生產 怎麼可以生產高級的月餅呢 這個也算了 第二呢 它原來呢 它以前是59元生銀 在這個跌博家就賣到169元生銀 就是高端的月餅 但是那些人其實是買高端 但是它裡面不知道什麼成份 現在又說什麼黑松露 是不是真的黑松露 是不是一些流沙 有沒有人敢去吃 李家超就沒有吉士了 李家超應該立刻出來說 就說我們香港的月餅是很行的 是不是 全部都是品質保證來的 然後就搞一個月餅周 是不是 就是叫來到香港 又可以看紅貓 又可以看月餅 那就有活動了 十一 所有中國人下來香港消費 都送真真正正香港製造月餅一盒 那就有辦法了 是啊 就是你要是給他們 為他人著想 要他們強調什麼叫做真正的香港月餅 是不是 你說實在香港人 你吃的那些香港月餅 李家超會不會吃美食月餅 他不出來拿分 起碼香港月餅是香港製造 香港月餅是可以在大陸製造 我真的覺得那間公司很厲害的 誰說一定不可以在大陸製造 是嗎 是啊 是啊 沒有 他說我們同城 我們什麼同城 大灣區 同一個製造 這個叫做什麼 工序流程 可以這樣說 廣州 他做了一件事 廣州生產 你可以在香港做QA的 是嗎 就是香港 找個人洞在這裏 我們就負責品質管制的 那你就可以叫香港製造 不過算了 這些都是 都不用這麼認真的 就是講這些大直播大貨 就是你要稱讚他就是 就是這樣都被他吃了一條水 我們香港人都沒有想過 香港 就是你找一些中國做月餅 貼個香港品牌 會可以賣多了錢 就是這樣都被你想到 就該你賺 所以你看到呢 就是那個 到底現在 就是中港容限呢 到底香港是欺騙中國的錢 還是中國是欺騙香港的錢呢 是啊 沒錯沒錯沒錯 那賺多一點也好 這麼多香港的錢運了上去 中秋節又說什麼 又說什麼三十幾萬人就下來 就八十幾萬人上去 接著那些飲食業又叫呼連天了 唉 不過不是啊 李家超說十一有幾百個活動 就是 那不上消費 陳志思都說這不上消費都是慘的 對香港是打擊 為什麽李家超 到底香港經濟出了什麽問題 他有沒有搞清楚啊 哦 他有講過說 要面對這個源頭 就是要解決源頭 沒得解決源頭就是你 是不是 源頭就是你的中央 他沒得搞過這件事就 不過講起這個 講兩句十一 我們下一集節目是不是過了呢 這個十一 十一可以關注的 除了那幾百個活動 究竟有什麽成效 還有就是 以前有什麽金九銀十的 就是會買樓 看看這次會不會 看款式很難 還有 剛剛又減息 又遇上十一 會不會還有西餅客 大客大客來買東西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 是的 照計應該是炒得封氣 又是港式又是黃金收 又是打開文庫 中港用行 香港這裏 應該有很多人來買樓 派對買樓才對 是啊 不過 這個我們儘管看看吧 不過肯定的就是 我聽聞中國的樓價都跌得很厲害 很多現在講的賀港地價 賀港 就是說哈龍江一個地方 它那個樓 十萬元以來 還是一萬元以來 反正便宜到沒有人相信 那是叫賀港 現在連廣東也出現了很多這類的東西 哦 是啊 所以你看到過了 就是現在九月了 過了整三季 你看到樓市 那些房地產完全是停不了的 就是中國的房地產是止射不了的 那好了 你房地產不行 那你所謂的那個 固定資產投資又不行了 那你內需就不行了 你自己出了數據 零售銷售只有2% 然後最好笑的是一班大行 紛紛下調中國的GDP的預測 今年 還剩下一季了 都很容易猜的 是不是 還覺得是有些什麼4.7啊 4.8啊 就是我很期待 最後埋單今年 中國出了GDP5% 哇 那真是白案叫做 看看大行在哪裡寫的 如果是中國的 就是 它投資銀行家 可能都 不是啊 華爾街的 不是啊 如果是中國做的那些投資銀行家 寫的 可能都已經被人困住了 我不知道了 是啊 所以呢 很難說 現在他們有人在上面 個個都現在都 都怕了做人治的了 你看到香港現在 他們很多都不來香港出差了 那我就說大陸了 喂 今天節目這麼快又看完 明天才有最新一集 怎麼等啊 全世界滿日的啊 滿日的啊 立即加入我們 試試工作室的Patreon會員 星期一至五 每天多一條件看 甚至更多 最低消費每月美金五元 三個級別 細火五元 中火十元 大火二十元 究竟有什麼分別 登入我們的Patreon網站 就會解釋給你聽的了 立即加入 收看我們的Patreon特別內容 節目見啦 拜拜 各位網友、會員、Club友 11月開始 新的Apple iOS App Store 30%付加費 將會生效 通過iPhone 或者iPad 購買新的Patreon會籍 可能會給多額外新的費用 現有的Patreon會員 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但如果你想更改 更改 或者加入新的Patreon計劃 經Apple iOS 就可能有新的費用 這只是Apple App Store的收費 Android和網站版 應該不會受到影響 大家記得留意